节目时间 纽龄17年的天水围居屋天成苑 有买家在二手市场 买入600多尺的单位 上手是一手业主 多年来都没翻身过单位 流水问题严重 主人房的墙身有大片水积 部分的游七磨落 浴室的防水层也是老化 需要拆走所有的墙砖重新铺裹 轮近西铁天水围站的居屋天成苑 纽龄17年 屋院规模大 供应超过6500个单位 今次验收的单位属于三房间隔 位于A座高层 实用面积634尺 实用率7乘4 业主在今年2月陆表市场上 以294万入市 赤价4600多元 客饭厅呈长方形大约220尺 全屋没有露台和窗台 翻查记录上手是一手业主 用料、设施 大部分保持当年的交流标准 室内保养难免会比较残疚 甚至有日久失收的情况 部分的窗框明显不贴框 每逢上风下雨就会有渗水问题 这枪都有一个地方要整的 我们有两张信用卡 可以很轻易放进来 窗本身跟框不太贴 因为平时一张信用卡都会流水 现在两张都放下 因为这个位置就好开阳 如果风雨很大的时候 碟正的话 真的会流水 窗外面有上手业主流下来 作为浪沙衣物的铁架 属于潜建物 部分明显生售 万一油单位跌下去 现在的业主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宗志光说必须要拆走 屋苑曾经有单位因为钢筋老化问题 导致主力墙崩裂 碎屎抹落 所以花了较多的时间去检验墙 虽然未发现有空心的情况 不过主人房冷气机下面 和窗边的墙身都出现水积 部分油漆抹落 反映单位曾经浸水 我们看到这些墙身 其实之前很多时候有些盖油 做一下东西的 这些有些浸过水的涨 按下去那些胶已经开始硬 很厉害 玻璃胶 你直接开始抹口 已经告诉你 它已经是老化了 就算不换窗 其实这间屋的所有窗 都一定做过防水的了 全屋墙上面 装有不少的层架 每幅墙都有一个个的螺丝洞 宗志光建议用英泥沙修保 单位有三间房 主人房隔离的客房大约40尺 间隔比较适正 全屋铺设的地砖 是当年入伙时候附设的 就眼看没问题 但实际空心的情况都挺严重 这些空洞的声音 就随时会谷起 甚至会脱落的 这间屋在走廊的位置 也有一些空洞的程度 空洞的地砖 我就觉得要换了 不是随时那些行李真的会谷起的 浴室在大门隔离 地砖和墙砖老化 多处出现空心 相信墙背后的防水层已经失效 始终都真是很久连续了 这些高位磨落就比地砖磨落更加危险了 其实因为始终十几年 那个防水也都已经到期了 我说是浴室的整个墙和地台的防水 这个厕所就真的要拆了那些砖缺 重新做过了 原来的抽气线拆走了 现在只是以胶纸遮蓋 下雨的时候一定会有水进来 需要重新装上抽气线 并且妥善封口